好 那么下面呢 我为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第一个对话的内容 我的图书伙 表达课刚刚结束 在表达课上 老师要求我们 讨论一本阿拉伯语书籍 然后 小孩一带图 我们的同学 他所说的话 他的发言 获得了全场 全部同学的赞赏 并且老师也对他赞不绝口 那么我们 作为他的同学 同样对他的表达感到惊奇 那么他的这些想法和表达 是从哪来的 我呢 也强烈的希望能够像他一样 所以呢 在课后 我就问他 小孩一带图 你从哪儿获得的 这么多有用的信息和 美好的表达 你和我们一样 在同都在一年级 一个班里边 你所学的和你读的东西 和我们学的和读的是一样的呀 我的兄弟 大学呢 并不能传授给我们全部的知识 它也只不过是 知识花园当中的一把钥匙 那如果你想要从中摘取果实 你就应该坚持不断的学习和 持续的学习和不断的探索 但是要怎么做呢 我没有图书馆 我除了这个教科书之外 也没有别的书 这件事情很简单 有许多的图书馆 有许多 而且公共的图书馆 它呢 也是我的 也是你的 那比如说大学图书馆 它呢 随时随地 它经常敞开怀抱 欢迎我们去光临 它呢 它呢 也是永不枯竭的知识的源泉 你就去图书馆里面 去选任何你想读的书 但是我担心 读各种贤书 会影响我 预习新的课程和完成 完成任务 完成作业 不会的 试着做好这个 时间的安排 调节好两者间 你可以读 你可以读那些 你能够触及得到的书 和一些文化类的杂志和日报 因为这些报纸和期刊呢 它富含着知识和思想 而且它的写法很简单 它的表达又很漂亮 那么它呢 也讲述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呢 每天 如果说不读点日报 了解一些 这个热点的问题 我就睡不了觉的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为自己制定 一个阅读计划 我要快速地完成作业 然后呢 读报纸或者是几页书 我也要每个月呢 存一些钱 节省一些开销 去用它买有用的书 或者是文化类的杂志 听我说 坚持住 随着时间 你将会拥有属于你的图书馆 好 那么这个就是 第一个对话的 这个整体的内容 那么下面呢 让我们从头来梳理一下 这个对话当中的 一些重点的表达 好 首先在这个基础的背景介绍当中 这个正片组合 叫做什么 叫表达课 然后后边 叫做某人要求某人干什么什么 那么这里边就是老师 要求我们讨论 然后这里边 叫你 他所说的 他所说的 所有的话 然后 获得 也叫所有人的赞赏 然后 叫做 鼓务励某人 然后这里边 下边这个 插入语部分 叫特别的 宾语 那么大家记住 这个 他是处于这个 宾格地位的 下边 叫我们为他的 他们的 他的表达而感到惊讶 然后 也就是说 这些想法和表达 是从哪来的 下边这个 他突固一览 表示 想要 渴望 想念 这样的意思 后边 叫课后 课程结束后 然后接着 这个 从哪哪里 获得的什么什么 然后短语 叫有用的信息 叫做 美妙的表达 后边 叫做 都在第一个班机 第一组 然后后边 这些表达都非常好 不会给予我们所有的知识 叫知识花园田地中的钥匙 后边 叫做 摘取果实 那么 这个我们表达当中 有什么摘取果实 或者是摘取花朵 对吧 就可以换成 也可以 后边 叫坚持 这个动词 后边短语 叫持续不断的阅读 还有 还有什么不间断的探索和了解 然后后边这个句型 表示叫什么只有 这个 后边 叫做我的教科书 或者说去调人称就是 Kutubun Madrasiatun 再往下 这个 叫做公共图书馆 这里 叫做大学图书馆 然后 叫做打开他的大门 这里 叫做知识的源泉 那么这个是形容关系 可以换成 叫做正片组合也可以 然后后边是 叫不会枯竭的 所以整个可以记下来 曼泰伦 来印度部 不会枯竭的源泉 然后 这个 叫什么东西 使某人 远离了 什么 这里边 表示说 这个阅读书籍 使我远离了 这个 准备 什么 后边 叫预备 新的课程 叫做预夕 叫做完成任务 这里边的 它是这个 它的词根形式 那么这里边呢 可以换成什么 这里边的动词 或者是 也可以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表达叫 或者说 在单词表当中就是 叫做调解 调整这个叫什么 奇异 分歧 和冲突 叫调解 这个动词 然后 后边 就是你所能够得到的 后边 叫文化类杂志 叫做日报 然后这里 叫做富有什么什么东西的 接着 表示这个报纸和期刊呢 它的这个风格 写作的风格是很简单的 还有 还有它的表达是很美的 然后 然后 后边 这个端语 叫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里 后边 这个 叫做了解知悉 还有表示 深入探索研究的意思 这里 后边 这个端语 叫 叫热点问题和热点话题 后边 这个名单的用语 叫做 从今天开始 然后 叫制定阅读计划 然后 这也是 叫完成我的任务作业 然后 这里 叫做 几页书 几页书 这里 叫 叫 节省开支 叫 有益处的书 后边 是指 随着时间 然后 这个 可以换成 就变成 好 好 那么 这就是 第一个对话 基本全部的内容 我们已经将 帮助大家 全部的梳理好了 那么下面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对话 一起来加深一下 对这第一个对话当中内容的理解 فشجعت它 سعيدة من أين لك المعلومات القيمة وتعبير لطيفة وأنت مثلنا في الصف الأول تدرسين وتقرأين ما ندرس ونقرأ يا أخي الجامعة لا تعطينا العلم كله إنها المفتاح إلى بساتين العلم فإذا أردت قطف ثمارها فعليك أن تثابر على القراءة المتواصلة ولإتلاعي المستمير ولكن كيف ليس عندي مقتبة ولا لدي كتاب إلا كتب المدرسية الأمر بسيط المقتبات كثيرة والمقتبات العمة كل منها مقتبتي ومقتبتك مقتبة الجامعة مثلا هي تفتح أبوابها دائما لإحتضانها إحتضاننا وهي منحل للعلم لا يندب فإقرأ منها ما شئت أخشى أن تصرفني قراءة الكتب عن تحضر درس الجديد وأداء واجبات لا حاول أن توفق بينهما وقرأ ما يسر إليك من كتب ومجلات ثقافية أو صحف يومية إن الصحف والمجلات غنية بالعلم والأفكار أصروبها سهل وتأبرها جميل هي تتحدث عن جوانب الحياة المختلفة إنني كل يوم لأنام إذا لم أقرأ شيئا في صحيفة اليومية لأطلع على أحداث الساعة من اليوم سأبعو للنفس خطة قراءة أنجز وجباتي بسرعة ثم أقرأ الصحيفة أو صفحات من الكتاب كل يوم وسوفر كل شهر يوما من مصروفي لأشتري به كتابا نافعا أو مجلة ثقافية إسمع وثابر فبمروري الأيام ستسبحوا لديك مكتبت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学习的第一个对话的内容 我想呢除了也是这个基本的语言学习之外呢 它其中的一些思想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 无论你是仍然在学校当中 还是已经进入工作职场多年 那么我希望这个为自己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图书馆 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一集课的主要内容呢就讲到这儿 下一集课呢我们将继续对于第二个对话的学习 好 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集课再见 شكرا 我们还有一什么 uman dan is mary kum S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